再來我們要講解ADI AF16跟46如何記憶頻道 那記憶頻道的方式 首先我們先調整好我們要記憶的 假設我們要儲存的是43100 我們要儲存43100好了 那這時候我們F鍵一下 你看旁邊有個數字在閃爍 01 數字01在閃爍 那時候按上下鍵我們可以選擇嗎 存的位置假設我們就存在01好了 01 選擇好之後這個VM鍵 按一下確定 這樣就記憶進去了 那我們再存一組431500好了 431500 那也調整好 再收F鍵一下 上下鍵選擇你要存的位置 假設我們選擇02 02 你的02之後呢 好看到02 然後VM鍵按一下 這樣就記憶進去了 那怎麼把記憶叫出來呢 這個VM鍵按一下 然後02 02 那我們上下鍵就可以切換 好 上下鍵就可以切換 這就是說我們可以把你常用的頻道記憶起來 這樣切換上會比較快速 01、02兩個頻道都記憶起來了 好這就是ADI AF16 46的記憶方式 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